与第一夫人抵达意大利 拜登在踏上地面后脱下口罩 似乎松了一口气 因为他的出访时间延后将近一天 好不容易才搞定了预算案 拜登总统公布的修订版 1.85兆元预算案框架 比原来的3.5兆元规模 大幅缩水了将近一半 好不容易才能踏上访欧之旅 但还需要关关难过关关过 除了20国风会见不到想见的人 拜登必须尴尬面对法国总统 马克宏 根据媒体报导 拜登必须以某种形式弥补美法友谊 拜登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曾经承诺 要将气候融资翻倍 但是国会大砍预算 让他参加气候峰会时 可能无法实现诺言 而坏消息还不止这一桩 美国经济成长降温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就坦承 与大陆交涉的目标是替世界两大经济体的贸易关系降温 因为美中的贸易纷争激烈 情况危险 目前美中关系就感觉像是一堆干燥的火种 一个误解就有可能从根本上引发巨大火事 而大陆商务部则是点出了另外一个关键 美国取消对大陆加征关税 以及制裁财治贸易谈判荣兵的关键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